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觉得 哇 我一定要成为今天和这个世界上最瞩目的人 现在过生日就是觉得 哎呀 就不想过 就觉得很想就是平平常常把这一天度过 对小时候过生日印象最深刻过得最丰富的一生是什么 其实我对生日都没有太多的影响 因为我觉得每天过生日挺累的 就是所以我喜欢平平淡淡的过 就是觉得这一天属于自己的生日 还是想做些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要说印象最深的好像是 我是幼儿园吧 当时我特地想养那个小兔子的 然后家里人就不给我养 然后那一年的生日我不记得几岁了 大概四五岁 我奶奶就把双手背在后面 说 哦 你看给了你一个惊喜 我说什么 我记得我在我们家那个平房 我奶奶突然伸出两只手 外有两只小兔子在我奶奶手上 我那个画面到现在还非常的记忆有心 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跟幸福 就那两个小兔子我现在还记得 Piu Piu也是你的生日礼物得到的吗 对对对 Piu Piu 对不起 Piu Piu 突然就想到小的时候 Piu Piu非常的 真的是 我成年以后也是得到最最喜欢的礼物 对 我的小伙伴 Piu Piu Piu是谁送的呀 我妈妈 但我真没想到我妈能送她 因为我爸妈就是比较怕狗 所以家里一直都没有养宠物的习惯 结果18岁那年他们把Piu Piu Piu带到我身边 我真的是非常惊讶也很惊喜 对新的一岁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吗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想吧 就是开开心心过好每天 然后希望自己那个心态永远都会是少女 童真就开心就好 那对老了一岁有什么感想 其实我对老这个 老这个词其实在我前段时间就是比如说 或者25 就过了25以后我才知道原来 哇女生就是我真正意识到说是衰老 可以衰老的 因为像以前比如说我再怎么熬夜 或者说再怎么不注意不做面膜 而是永远不会说你看他有皱纹 直到跟我25岁的时候我发现 哇要保养了 然后在听旁边的人 大家都是要煲汤喝汤要保养早睡 要泡脚 就是我现在开始变得养生起来 每天回去要泡脚 然后要早睡 然后甚至早上要喝汤 我觉得其实老这个对我们来说 就对我自己来说 我没有那么的恐惧 因为我觉得反正皱纹和时光 都会在你脸上显示 但那个年龄其实就是 该过那个年龄的事情嘛 就开心过好每天心态最重要吧 你最期待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其实你要说 大家总是说希望 问我喜欢什么样的礼物 我真说不出来 那可能我想要的是更加有意义的礼物 可能不是说钱多钱少 是一个能够让我觉得有纪念感的礼物吧 但是你现在让我说过 我真的也不知道 那你收到过最意外的礼物是什么 真是说实话啊 嗯 没有让我印象最深说意外的礼物 你要非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我小的时候 piu piu那种也是我成年以后 是有深刻的记忆 我知道开心 但我到现在脑海里印的那个画面 就是我奶奶从后背突然掏出两只小兔子 就是那个礼物对我来说到现在 二十七年了 那个是我永远印在脑海里的一个礼物 对 piu piu如果听了懂会不会吃醋呀 不会呀那小兔子是童年玩伴嘛 但是就就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家人不一样啊对吧 这个也听不懂吧 小时候因为环如果哥想学表演 那看过其他比较印象深刻的剧吗 还蛮多这种变成剧的 小时候看什么中安六祖 红蜻蜓有没有能看过 看得懂吗 不懂就很恐怖 但还想看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 每天中午都看法治金驰 这第一看的 什么那个大明公子 橘子红了 蓝色妖姬 你们看过吗 我小时候就都追着看了 小时候就看你成熟的镜头 啊 他们老家 他们那个朱节刚走了 他们老家就被烧了 就那 他的亲眼全都被烧成骨头了 然后他们去探 每一句事情在那拼 现在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 我浑上寒毛的力气了 后来好像 那个凶手是不是 何忠华老师是不是在里面演啊 有一个凶手是何忠华老师 后来我跟何忠华聊着演戏的时候 我就怕他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那时给我 幼小型留下很深的影响 还有不要跟陌生 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是不是叫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安家和 你们记得这个名字吗 我儿时的英明 看见冯远征老师 我手都在抖 然后恰好我拍的第一个 有角色的戏 就跟冯远征老师演的 我当时那时候好像 安家和有没有播啊 我跟他演的好像没播 对 我跟他演完以后 看那个戏才播了 我当时小时候还想说 是啊 他怎么是这样的人 就觉得很神奇 小时候看到戏太多了 从第一部戏到现在 其实已经出道超过20年了 那你觉得过去20年里 拍戏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拍戏对我意味着 其实就是一种习惯跟生活 还是一种 就是一个自我实现价值的 一个目标 和我喜爱的一个东西 我的梦想吧 那你觉得你的这个梦想 价值现在有实现多少 我 我只能说一直在努力实现 但是 其实我觉得也实现很多了 最起码我现在做着自己 喜欢做的工作 我还依旧在演戏 然后也有作品给大家 也有支持我的粉丝 其实应该是一个满足的状态 但我觉得不应该对自己满足 应该还要再去给自己点压力 去突破一些东西 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去尝试一些 或者说能够更好做到一些吧 如果只是限于 安于现状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没有什么挑战 也挺没有意思的 但你不一把吗 我觉得 那你想尝试的话 是尝试什么方向 或什么角色 只要是不一样 能够能够带出我新鲜感分 可能我感触 不是让我觉得 我有点要往上够 是一种很难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就是一件好事 我倒也不是说要打破这个舒适圈 因为打破可能 你很难去 打破完以后还可以完成的很好 这就是要你的时间的累积 允许一些经验才可以 但我希望我可以扩大我的舒适圈 然后可以有更多的感觉 带给大家 带给自己 因为会发现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蛮无聊 或者说 你可以安于现状吧 因为你安于现状的话 你这个舒适圈 你会做的很好 你就是一直是这样 大家也会接受 但你总觉得 还年轻啊 我们现在我才27岁 我还是想去再尝试或挑战 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 也让自己的 其实也想让自己 跟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思 更挑战一些吧 用几个词或者一句话 形容一下过去的这20年 你会怎么形容 我觉得有平淡如水 真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 就是 其实我的工作是丰富多彩 或者是 就是一想不到 我觉得可能十年前的 我一定想不到 我今天 就现在做的一切的工作活 或者是面临一切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平淡如水 其实就是我的心态也好 或者说我生活的每一天也好 其实我依然是我呀 然后每一天就是拍戏 收工 然后看剧本 睡觉 其实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如此 人 就是我觉得 真正其实我的生活 或人生 并没有像剧本 或电视剧里 或大家想象中明星那么的丰富多彩 其实真的还 每一天都挺平淡的 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 蛮无聊 那么其实 让我觉得会开心一些 或者说丰富多彩一些 就是演戏了 因为你体验每一个角色 其实你就到他的人生走一圈 然后去体验了一圈他的世界 把你生活中不敢做 或你想象中的一些东西 一些桥段 其实在电视剧里 作品里都能实现 其实就是在他的精神世界 走了一圈回来了嘛 然后当你在回归现实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还是我 其实一切就是 步入了远回 就是平淡如水 如果人生模式可以给你选择的话 你会选择平淡如水 还是会选择像电视剧里面的轰轰烈烈 嗯 我会选择轰轰烈烈 因为我觉得平淡如水过久了以后 人真的会失去斗志 而且会很容易被打败 然后 对自己没有要求 没有上帝心 其实那是一个 很恐怖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 就是 当你没有了欲望 你没有了希望 每一天就是过着一样的生活 其实 人生就蛮短暂的 还是想去 多多挑战不同的感觉吧 除了演戏之外 你想过挑战 别的吗 我说实话真的没有 因为 是想挑战 来在面前的现实就是没有 那 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爱好 比如唱歌 我喜欢 可能弹弹吉他 弹的也不是很好 但是是一种生活的小爱好 但你要让我去挑战他 去做他 做一些很专业的事情 我做不了 我觉得我也 不想去做 就是先把自己 现状的 能做好的东西先做好的 如果有机会回到过去 你最想回到哪个时候 或者哪步行 我不想回到过去 因为我觉得 希望在未来 而且未来是未知的 我刚想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但如果你说回到过去 可能 回到那么一瞬间 让我再去感受一下 那肯定是小时候 爷爷奶奶 然后姥姥姥都在 都在的时候 就是 两个老人家只隔了一条街 我下午打个电话 我姥姥去听事来接我 其实那段时间 就会童年很快乐 你也不用想太多 童年生长的地方 可能我愿意回到那个时候 但是 其实 我也不太想 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候 就还是想成长 然后看未来的生活 未知的生活 对于现阶段的状态 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其实我想跟自己说 我觉得外界其实对我来说 我真的没那么care 因为 主要是自己的心态 跟自己所想 我希望自己能够积极一些 无论是对工作 或者对生活 真是对自己的寄予 也希望自己能够真的很开心 然后并且 希望自己找到一些 激情 就是除了对拍戏 还有生活之余的一些 爱好和激情 我希望可以享受生活 就是希望我可以每天过得很 很精彩 很丰富 然后一颗向上的心 这个是 我觉得很重要 相比上半年 现阶段的工作节奏 其实很忙碌 对于这种工作节奏的变化 会不适应吗 有什么感想吗 其实我反而觉得 进了于生这个服务以后 我生活变得有节奏 是正常的 因为其实上半年 我休息了两个月 两个月什么都没干嘛 但是就是 也是去旅游 或者去干嘛 休息两个月以后 其实状态 不是特别的 还是很疲惫 接着就是 就每天都是有很多的 步骤飞来飞去 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 飞来飞去的状态 或者说今天好几个活 然后明天休息一天 我觉得那日很不安定 但是真的去走的步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你每天化妆早起 一天工作结束 其实你可以回去休息 然后早睡觉 第二天又是 一个熟悉的环境 反而会让我的生活 变得更加有威力吧 我觉得 我喜欢在剧组的生活 跟剧组的感觉 但是我不喜欢 就是跑来跑去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不安定 如果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 你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我希望就是 可以每天住在家里 然后过了自己的人生 生活 但是呢可能一年 有两部好的戏 我去拍 然后想工作就工作 不想工作 就可以在家里 陪家人 就是这种状态 其实我总体来说是 蛮想安定 就是算是窄的 就是哪怕出去玩 或者见朋友 都是这些朋友 是我一定认识的 或者在一个很安全的 一个环境下 我可能才会去 就是不是特别愿意接触一些 不安定 或者说陌生的这种感觉 今年的作品已经都播完了 如果给自己打分 你觉得会去多少分 我觉得我要鼓励自己 因为现在一切都是自己努力换来的 我觉得 我是要鼓励自己的 可能以前一直在跟自己说 你要更加加油 什么什么的 但我现在更多想的是放过自己 我要给自己鼓励 首先我要认同自己 所以我觉得我要给自己打八分 这个八分 并不是说我表现得多优秀 而是我觉得 嗯 我有每天用工的在拍戏 在工作 用每天在努力的在生活 所以 我要鼓励自己 给自己汲取加油 那你在看自己这些作品 和你当时去演的时候 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吗 嗯 会 当然会 尤其是看到 每部戏结束的最后一天 我都会哭啊 因为我觉得 那几个月 所有的努力 跟画面都映在脑海里 然后这样的一个成绩是 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也是为自己 为所有人感到骄傲吧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 生活东西不可缺少 那些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不是东西吧 就是 不能缺少是独处的时间 自己跟自己对话 或者说享受孤独感的时间 对 就是独处跟孤独感 我觉得这个是 还蛮重要的 就比如说一天工作完了以后 我希望有更多的自己的时间 就是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 就我自己 就是那种 呃 感觉 会让你 能够更加深刻的 更加了解自己吧 嗯 因为在人多的时候 你可能 没有那么多感触 或者想都是别的 只有自己在跟自己相处的时候 你才知道其实 你此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生活中也不能缺少音乐 我觉得音乐真的是力量 带给人们生活跟希望的力量 可能有时候 你很丧的时候 突然听那首歌 你就会激动一天 或者你又重新有了一个目标跟梦想 我觉得 那都是很鼓励人的东西 还有电影吧 连这些都很重要 所以其实一般人来说 会不是害怕孤独 而你是在享受孤独 你觉得你之所以那么喜欢享受孤独 是因为演员这个职业吗 还是因为你自己的个性 其实我觉得大家说害怕孤独的同时 其实你们也在享受孤独 这是很矛盾的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因为从我们出生开始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人 到我们最后死去 哪怕我们的那个伴侣陪我们到最后 那最后闭上眼的那一刻 还是要自己走 所以人生道路 你永远都是自己一个人其实 那么你其实就是孤独感啊 这种孤独感给你带来的话 我觉得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就这种孤独感会让你觉得 生活的意义会更加去想一些吧 而且我觉得你其实普通人也一样 不光是演员 就每个人都有很孤独的时候 然后也有享受孤独的时候 也有想自己独处的时候 都很正常吧我觉得这些 未来二十年里你最想尝试的五件事是什么 二十年 那我就是当时也四十七了 哇 日子才刚开始 四十七 我想尝试 结婚 这算一件吧 生孩子 有自己的家庭 我觉得还蛮蛮蛮蛮需要的 对 拍一部自己和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突破自己的作品 就是这个作品大家就可以一直想到我的 这是三件事情了 然后去旅行 自己一个人 自己去旅行 四件事情了 还有一件事情 其实我想当一个 跟乐队一起的那个歌手 但是听起来很扯 非让我说 其实我还对唱歌蛮感兴趣了 我的天啊 说不说自己都脸红了 就是希望能够去一场音乐节 哈哈哈 然后去现场唱一首歌 跟乐队一起合唱 还蛮刺激的 蛮有意思的 你有什么就是比较想象中是特别刺激 从来不敢去挑战 然后想去又想去尝试挑战的事情 其实跳伞我还蛮想去尝试的 还有深海里潜水 因为我是有深海恐惧症的人 我很害怕深海里面的东西 但又想去探究里面到底是什么 但我又很怂 其实我很心灵 那所以一直就是有过去浮浅 但只是在表面上浮不敢下去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面 如果有机会的话 去真正的深浅一次吧 看看海里的世界 要从高空飞翔的感觉 因为我有恐高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比较刺激的 如果可以提前去到20年后 你最想知道的是什么 更多想知道就是 现在我身边的人还在不在身边 比如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亲人他们现在怎么样的身体 还有一个就比较想看 比较想看看那时候 我有没有家庭 有没有成家 有没有老公跟孩子 这个还蛮想知道的 没有考虑过去20年后 看一下自己的事业 是怎么的一步的 唉 我觉得事业这个东西就是 我热爱它 那我会一直去做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把它当成一种说堵住 或者说很希望看到一个结果是什么 那这就不好玩了吗 如果你喜欢它 我相信到我47的时候 我还是在演戏的 对 那个状态应该是我自己喜欢的状态 虽然我现在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 我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所以事业其实 我并没有那么想知道 我47的时候 当时在干嘛 那时候想干嘛就干嘛 我觉得开心最重要 嗯 在你想象中你20年后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包括你的生活状态 工作状态和个人状态 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我以前小的时候总是觉得 我那个时候应该是非常圆满的状态 就是有很幸福的家庭 然后很好的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演戏 可以一直演戏 但是那个 我总是觉得老天在给予你很多幸运的同时 他一定会剥夺你一些什么 我也不是说非常的悲观 但是总是会觉得说 那个时候的事情 就是谁都说不准 我希望那个 那个47岁的我是 是很开心的一个状态 就好 就不要 不 我就希望就是有一个粉丝 给我留言说 他说他希望我把生活中 所有的泪水都放在电视剧里面 我觉得这个状态特别好 我也希望 以后我所有的生活 我希望生活中的泪水都放在电视剧里面 生活中就 开心是最主要 未来可能还会有很多挑战 你觉得自己最害怕的是什么 人生的无趣吧 我觉得 最害怕的就是 觉得特别的没意思 每一天过的 嗯 没有一个奋斗 跟激动的心情 我觉得 我很害怕 很害怕自己的心情一直平淡如水 就是那种感觉会让我觉得 没有什么动力 其实那样的生活不是特别的好 我还是希望 有更多精彩的事情 无论好的和坏的 其实我都接受 我觉得这都是人生要经历的 但最害怕的是没有去经历他们 对 然后就老了 就会觉得很遗憾 希望每天都过得比较热血沸腾吧 我指的热血沸腾就是 希望我能够保持初心 哪怕我听到一首歌 或看到一场戏的时候 我的泪水都可以涌上心头 知道那种感觉 我觉得 那个才是最好 就是真诚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 电影 综艺 唱歌 其实都挑战过了 未来还有什么想挑战呢 比如说话剧主持人导演或者编剧 没有 其实我 其实还是觉得做自己的本质比较重要吧 比如演戏 我比较小时候专心的去还是演更多好戏 因为其实演戏还没有太一点明白 还需要很多精彩的空间 但其他领域可能说会有感兴趣的事情 我可能会当做爱好去做 但你要让我去把它当成一个专业 然后去挑战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个心理去做那么专业的事情 那你觉得比如说你在当演员 在当个十年二十年之后 你会去想去挑战导演 或者是制片或者是其他角色 如果是我现在的心态跟我现在的想法是不会 我觉得我不会去挑战那些 因为那不是专业的 而且如果你要做就是要做最好 那你要付出很多的心血在那个上面 要去学很多东西 我不认为自己说第一有这么多的时间 第二是可以真正做好这个东西 如果真的做不好 或者说没有办法很专业的去做 那我觉得宁愿不要去做 那假如抛开这个 抛开脸人这个身份 那你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未来最想体验什么之间 其实我比较喜欢唱歌 但唱的不好听 只是你自己这个兴趣爱好 如果你非说是我不演戏的话 可能就拿一把吉他 然后跟着乐队在那唱一唱 挺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唱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也是一种发泄自己的情绪 也是一种感情的表达 其实有时候会跟演戏还蛮像的 或者写一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一个 抛发自己感情的一个途径吧 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 去抛发自己的情感的 那你想过出传记吗 首先那个 虽然不是专业的 但我觉得我可以当成一种爱好 绝对不是以利益的方面去出发 就算去唱歌 或者说让别人帮我写歌 也都是一种想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或者说送给粉丝朋友们的一个作品跟礼物吧 但你说要是那种很专业的出专辑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专业能做到 那如果让你选一个除了这个圈子之外的职业 然后你觉得你最想体验什么职业 银行员工吧 为什么 因为我两个姐姐之前都是银行员工 然后我姐夫也是 所以我老天天听他们说 我还觉得 就相对来说那是熟悉一点东西 然后其他的其实 当旅游的那种地培也蛮不错的 对 就可以那种到处去游玩的那种 像美食博主啊 或者那种旅游达人啊 其实也不错 但好像是不是也是跟这个圈子有一点相近 总归来说都是回洋路一些东西的吧 本丝在你心里意味着吗 本丝意味着 是很温暖的家人我觉得 然后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 给我鼓励跟帮助的朋友们 对 所以就是让我每当有挫着的时候 他们都在我的身边 无论是低谷 或者说在我很好的时候 他们都不曾离我而去吧 让我会觉得是非常珍惜的朋友 粉丝给你一下最深刻的事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会有时候给我一些礼物 都是 就是那种慈善的东西 比如说 以我的名利去帮助 贫困善事的小朋友啊 或者说一些慈善的基金 然后以我的名利去捐出去 然后把那个证书给我的那一刻 其实我每次都还挺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粉丝们 去做特别好的事情 我觉得我可能会影响到一部分的朋友们 去做这么正能量的事情 所以当他们把那个证书递给我的时候 我会觉得哇好感动 然后又非常的开心 如果可以问粉丝一个问题 你最想问他们什么 如果有一天我让你们失望了 或者说我不再演戏了 你们还会继续喜欢我吗 还会陪在我的身边继续支持我吗 粉丝做什么会让你觉得很暖心 暖心就是每次 无论我在哪儿出席活动 然后现场都有他们的身影吧 他们都会从各个地方赶到那个现场 然后陪伴着我 所以那一刻看到他们 就会觉得很暖心 无论飞到哪儿好像都有他们的陪伴 就好像身后有人在支撑一样那种很暖的力量在 所以每次当我在活动现场看到他们 就会觉得特别特别暖心 最后对粉丝说什么句话吧 嗯 谢谢我的子女们 我的胖女们 一路的陪伴 我希望我现在的每一部作品 或者所有的努力 没有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然后我也希望可以派出更好的作品 去回报你们所有的人 对 5 4 3 2 1